治疗癌症的费用大概是多少? 天,这个问题叫我怎么回答?这个问题完全没法回答,疾病是一个很个体化的东西,不能一概而论,不可能都一个模式,不管是诊断,还是治疗安排,都不可能一样,因为病情千差万别。 癌症不是一个病,是一大类病,即便是所谓的XSI,也仍然不能简单是归为一个,就拿大爱大肠癌来说吧。 大肠癌看起来是一个病,其实不同的大肠癌病人,病情也是千差万别。 大肠癌是结肠癌和直肠癌的合称,而结肠癌和直肠癌的治疗安排其实并不是一样的,同样分歧的结肠癌和直肠癌,有时治疗差不多,有时是不一样的,直肠癌更多的会用到放疗,而结肠癌尾很少用到放疗,很显然,治疗费用也会有差别。 分歧是决定治疗安排的最重要因素制定。 拿结肠癌来说,I7结肠癌手术就可以,不需要术后的辅助治疗,治疗的费用主要就是手术及相关费用。 I7结肠癌。 I7结肠癌主要也是手术,但有的在术后需要考虑加化疗,有的则不需要化疗,显然,哪怕同样是I7,化疗和不化疗,费用是不一样的。 I7结肠癌,也是手术为主,手术后都建议术后辅助化疗。 IV7大肠癌,属于晚期,似乎不需要手术,多数情况下确实这样,但有的也仍可以手术,比如肝转移,有的是可以手术的,那也建议手术,很显然,可手术和不可手术的病人,费用是不一样的。 总体上,晚期是以化疗和靶向药物治疗为主,但同样是内科药物治疗,有的可以用靶向,有的不能用,费用当然也有差别。 另外,治疗效果也对治疗费用有影响,因为治疗效果决定住治疗安排的走向和药物的选择。 可见,你只是简单地问大肠癌治疗费用是多少,哪怕是大概,也是无法回答的,除非你把病情说得很具体,那倒还有可能大概说一下,但也只是大概,因为病情是会变化的,比如同样是手术,有的人很顺利,恢复好,有的人出会各种病发症,显然花费也不一样。 天,这个问题叫我怎么回答? 这个问题完全没法回答,疾病是一个很个体化的东西,不能一概而论,不可能都一个模式,不管是诊断,还是治疗安排,都不可能一样,因为病情千差万别。 癌症不是一个病,是一大类病,即便是所谓的XSI,也仍然不能简单是归为一个,就拿大爱大肠癌来说吧。 大肠癌看起来是一个病,其实不同的大肠癌病人,病情也是千差万别。 大肠癌是结肠癌和直肠癌的合称,而结肠癌和直肠癌的治疗安排其实并不是一样的,同样分析的结肠癌和直肠癌,有时治疗差不多,有时是不一样的,直肠癌更多的会用到放疗,而结肠癌尾很少用到放疗。 很显然,治疗费用也会有差别。 分期是决定治疗安排的最重要因素制定。 拿结肠癌来说,I7结肠癌手术就可以,不需要术后的辅助治疗,治疗的费用主要就是手术及相关费用。 I7结肠癌主要也是手术,但有的在术后需要考虑加化疗,有的则不需要化疗,显然,哪怕同样是I7,化疗和不化疗,费用是不一样的。 I7结肠癌,也是手术为主,手术后都建议术后辅助化疗。 IV7大肠癌,属于晚期,似乎不需要手术,多数情况下确实这样,但有的也仍可以手术,比如肝转移,有的是可以手术的,那也建议手术,很显然,可手术和不可手术的病人,费用是不一样的。 总体上,晚期是以化疗和靶向药物治疗为主,但同样是内科药物治疗,有的可以用靶向,有的不能用,费用当然也有差别。 另外,治疗效果也对治疗费用有影响,因为治疗效果决定住治疗安排的走向和药物的选择。 可见,你只是简单地问大肠癌治疗费用是多少,哪怕是大概,也是无法回答的,除非你把病情说得很具体,那倒还有可能大概说一下,但也只是大概,因为病情是会变化的,比如同样是手术,有的人很顺利,恢复好,有的人出会各种病发症,显然花费也不一样。 感谢观看